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24日在白宫出席了感恩节假期前的火机赦免仪式 他表示第一种新冠疫苗可能会从下周或者不久之后开始 本月早些时候 主要媒体报道说 他的民主党对手拜登已经超过了赢得总统大选所需的270张选举人票 自那以后 特朗普已经从公众的视线中有所退让 不久之前 当选总统拜登介绍了他的新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团队 一天前 美国总务管理局告诉拜登他可以正式启动交接程序 特朗普承认 总务管理局局长应该继续向拜登领导的政府过渡 尽管他计划继续对选举结果提出法律挑战 如果不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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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典讼的特朗普承误 明 ngày这准备的特朗普承误 这是我们前度的一位候復论 我们前度来吧 そして有个人很幸福的 这个欢迎接受的 美国 这种美国一定的心事 来我们前度的支持